各位委員會議報告 委員人數已經破壞了 我先宣布三次會議紀錄 先宣布三次會議紀錄 宣布第一二四次會議紀錄 第一二三次會議紀錄結論同意被查 報告案 案一 三安區金黃社會住宅新建工程如橘霞市令股基台北監獄圍堂 以及歷史建築原台北行務所關設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黨案位由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所列 有固化股基及歷史建築至完整 這代其外貿或所設其官版通道至於同意被查 二 請開發單位一股基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執行 案二 三安區金黃隊二小段703D號 等二臉主題新建工程如橘霞市令股基 簽訂股基警停日式宿舍 林務局局長做宿舍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報告案 則論 等案位由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所列 有固化股基居完整 各在其外貿或所設其官版通道至於同意被查 二 請開發單位一股基報告書及股基監測保護計畫區域執行 案三 中段區國防部現金指揮部 貴養大陸新建工程 林務局長設定股基 臺灣九州府變化交換局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報告案 則論 一 本案位由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所列 有固化股基居完整 就到其外貿或阻塞其官版通道至於同意被查 二 請深受單位規定查證報告書及股基監測保護計畫至於執行 案四 109年度C的文化資產保存法輔助案 第二階段 輔助經費範圍請行報告案 結論 同意被查 案五 108年12月至109年3月自行補償劣策見物會堪結果報告案 結論 一 同意被查 二 自行補償劣策見物會堪結果及提送的審議會報告 審議案案一 檔案區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分週接25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二 檔案決議不同意指定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分週接25號文指向施令普及 二 檔案決議同意登陸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分週接25號文紀念建築 三 報告事項行為為參閱 四 檔案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政治審議 提出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二 北方區新生街5號7號民眾提報案件列測追蹤審議案 結論 本案同意持續列測於人數到出席委員過半數 故本案決議持續列測 二 本案請本本府文化局辦理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後續再提送本審議會審 案三 中正區員臨接42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一 本案同意人數為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故本案決議不同意指定中正區員臨接42號為古蹟 二 本案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故本案決議同意登陸中正區員臨接42號為歷史建築 三 通告這項請委員參院 四 本案一是文化資產保存法律史建築 登陸會職審查及輔助辦法代理後續事宜 案四 中正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保信任區 副公會 巧白宮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一 本案同意人數為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故本案決議不登陸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二 本案建築位置原為新代班學堂 或許工程如售及地下開挖 應提供視覺計畫與吩咐文化局審查 案五 指向市地古紀元臺北信用組合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故本案決議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案六 歷史建築委員宿社區 一 長安東路二段155 157 159 號 榮江陸六 八號 宣布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故本案決議同意宣布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案七 歷史建築南京西路 二 三 九 上 十 四 號 變分名稱級 登陸理由審議案 結論 一 本案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故本案決議同意變分歷史建築南京西路 二 三 九 上 十 四 號 變分名稱 登陸理由 二 報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三 本案列致文化資產保存檔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登陸負值審查及組織負責 代表代表代理後續續移 以上會議紀錄經委的同意備查 好 謝謝 各位委員對於上一次的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 好 那我們同意備查 來謝謝下一個議員 報告安醫 底部立法新年3月25號公告的增加分析集 本局在108.05.7日 公告新增 9.11 兩個年就大了 那路等理不及發明 本案是 本部公務局新年工程律 股辦理常委約人行地加道圓工工程 該工程基地 離職下順應普及臺大約更多 設計文化財法主法第三次的會議 本案在108.10.25號提送本審議會第124次的會議報告 那會議究竟能夠上三點 第一個是 本案會有文化政策保護處保障事業所列有破壞股基之完整 額外其外賣或阻塞其官僚頻道之餘同一廢堂 二 本工程因涉及國立股基臺民館 需是國立股基主管基礎文化負審議通過後適格施工 前接送文化負審議通過之計畫後續需提供全員會報告 本案庫基保護監測計畫請申請單位1 文化舉例108年12月5日 每次文化合資資紀錄108、304、626號 即本次會議委會議內修正補充及重文化負審議通過後續 三次有關本案庫基保護監測計畫 經申請單位修正補充後 本區在109年1月20號 複申請單位國立保護監測計畫審查通過 本案寧靜國立統及台北公館設計畫質安保存法 第三次表規定四項 經過文化負審109年327的召開 第七屆的古居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審議會 第22次會議審議 那決議是通過的 因此公務局新公署在109年5月7號 請送資料於本局 那本局就去108年1月25號的124審議會的結論 請送本事審議會報告 那這件案就是他施工犯規 他北邊是臨近市民國籍開到越來越做 南邊南側是臨近台北民館部門 那理辦的部分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送文化部門的捨查通訊 所以臨近國立古居台北民館設計文化資產保存款第三次的部分 經文化部門109年3月27日召開第七屆 古居歷史建築政府審議會 第22次獲利審議通過 有關本案設計林承霞市民古居台北院做法部分 請東府公務局新建工程訴訊 以文化局捨查通過 再到搜集古居保護決策計畫版 把二次本案一結論辦的候選 好,謝謝 各位有什麼意見? 來,謝謝 這個案子 我想再為 廣會的一個 文化局的一個 法律審議 二次的案子 還是不需要學校 因為在兩個人拜的之前 這個 他們也很瘋狂 八月甚至有一些震動 明天有一些軍列 後來我們追查原因的結果 我知道 因為他在 就是在台大醫院 新公園的入口 一般要增加一個電信 就是垂直的增加力 而造成的震動 那這種震動 對賓館來講 台大醫院來講 根本沒有感覺 但卻造成 這個博物館的軍列的震動 那我們追究其原因 就是這個地方的地質 非常軟弱 把它非常接近 突然的異化地區 所以它這個震動 是一種共振性的 就是它在製作 做這個鋼毀磚的時候 這個鋼板磚的時候 在震動的時候 引起這個共振式的震動 所以呢 很近的沒有震動 反而能夠造成這個共振 所以我想這個案子 現在已經 目前暫時停工了 所以我想 同樣的這個隧道做法 跟這個 同樣的做法 都用感到 那會不會造成其他的問題 我們都不再知道 所以我想 停工處這個案子 這個影響的範圍太大了 再其次 我們這個是保護監測計劃 所以保護監測就是說 我們一般做造的 只是做到監測計劃 不去監測 但事實上這個賓館的圍牆 是已經是積極活的 它已經上次的這個 監禮施工造成 它均勻的下線 還有傾斜 等等的原因 所以我想 在我們很多次在談這個事情 我們是希望 你除了監測計劃 你還要一個保護 那這個保護計劃 也就是說在事前 還沒有發生軍演 或者還沒有發生電話之前 我需要做這個保護 這個保護 有這個間接的保護也好 或者你實質法的加固也好 但是必須要保護 不能說等到 我那天這計劃發現有 確實我再來實行保護 那就再一次就好 這兩個動員 還是形容處理 好 謝謝 各位委員 其他的意見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本案就這個 同意立法 不過剛才 這個在泥辦這邊也有提到 還有些委員提到就是說 本土這個新公處 要依照文化局審查通過的報告書 及 古蹟保護監測計劃的辦 這個新公處這邊特別要 這個 尤其剛剛也有提到說 是基於監測保護的命要做 沒有問題 好 那我本案就要來辦理 謝謝 下一個提案 稩議案 按由內服區內服第十一公� 陸服劇編號 固文化財産省 議案提行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 國基指建籍被執懲罰法 歷史建築信念建築登陸被執懲罰法 案例行刑 本案基地位於內府區西湖段二小段165直立地號 以地為國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理 以及資料提問知事異屬行為原廠附屆 以門市兵葬管理處位辦理內合第11公務幕區 整體簽字工程 因工程範圍內部份本屋新建環郡已遇入十年 該處原意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規定 請本局協助辦理文化資產法比評估 本局108年4月19日邀集文治委員蔡元楊王維中 招開本市內府第11公務幕區 建造物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現場會看結論 略因本局邀請文言現場後 委員建議編號0147支建造物 目業策追蹤 本局將辦理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場 該市會看記錄請委員蔡附件3 三層上本局108年6月5日 再度邀集文治委員薛行 由蘇英明招開內部區內部第11公務幕區 編號0147建造物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場會 訪問結論略經委員綜合訪委 以致力建為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潛規定 建議啟動文治審查程序 該市會第1次委員蔡附件時 那本案稅由本局也資選啟動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於108年10月11日邀集文治委員 李前浪 郭瓊雲 游屬101區務全委員 招開本次內部區內部第11公務幕區 編號0147建造物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談 會發結論略經 專案小組委員綜合討論 初步認定 根據文化資產價值 專案小組意見 將續送本補文治審查程序 您參考 專案小組會看紀錄清委員長 附件補儀 那會專案小組會看委員意見 該度讀下 1.等部 距離 民間風俗與民間殯葬激素 與風俗為物資藝術特色 2.目視深仇 敵木層纖維均衛洗濕子 主右伸手各式一樓 墨園前方是 麒麟南瓜 護城前維市 梅蘭竹菊花鳥圖 做工精緻 聽他補充資料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報報 全國平常附件六 這是本案的地級地形圖 所以 西湖段小環165之1地號的範圍 然後這個是本案的位置 就0147木的 在地號這邊的標準位置 56年時的航照圖 那這是建物籤框照片 這邊是墓上正面照片 然後入口處的正面照片2 然後這是後圖 這是他的洗食子裝飾 然後這是六角墓室的屋頂 跟墓室的外觀 然後這是經濟的部分 那本案價值評估報告 那 裝飾委員認定本案可 建議分錄為歷史建築 那建議您稱有內湖國師 李委員 是前套委員建議為內湖國師墓 郭瓊銀委員 也是內湖國師墓 又蘇一委員 是建議內湖國師墓 徐步全委員 建議命名為大直同案國師墓 那你辦的部分 一你請同意登錄內湖 第十一公墓 墓區編號 0147建造物墓 為歷史建築 公告內容如下 一名稱內湖公式墓 二種類墓葬 三位置或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一段是一項地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 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地址建築 整體為木體 晶庭與後土 建造物墓落土地 為內湖區西湖端 二小端165-1號 部分 以身手及木層纖維 為解外匯三公式 開閉土地 面積為7975平方公尺 以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 需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他旁邊是 整個範圍是 五 登陸旅遊機器法 並依據 一 墓園前方式 麒麟南瓜 墓城前圍式 梅蘭竹 橘花鳥圖 建議彩色洗石子製成 整體造型 具有豐富的民間藝術價值 二 墓室身手及墓城前圍 聚位洗石子 左右身手各四一樓 主墓室為六角形 轉間至頂 頂有大網形裝式 情緒特殊 三 墓形制 可顯示 看民族來臺 而不忘歸 不理之傳統思想 具有地方習俗文化 歷史意義之見證 四 符合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庇紙審查 五度辦好第二條第一項 第三款的入籍組 二 本案提醒 本審議會審議 並一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三 內母區內 西湖段 二小段 165-1D號 四 辦理入朵土地 放來面積量測後 依實際量測面積 進行辦理變更公告示意 本案提醒委員審議 好 謝謝 各位委員對這個案子 有沒有要來做提問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請各位來 填這個意見證 我們請看 好 歡迎 今天的表決 有些 tacos 要請 請 Theatre 請問 懸責 請 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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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圍審敵艾 判定情形1 圓州建村茶牌範圍包括 西宁北路79-1号 79-2号 79-3号 其中西宁北路79-1号 与林洞建筑物迪化街 一段72上25号 于96年6月6日公告 登陆为本市历史建筑 判定情形2 所有权人回托 与大吉建筑师事务所 于108年12月10日 向本局申请西宁北路79-3号 纳入历史建筑范围 本局于109年1月2日 邀请以前老委员张空政委员 詹天权委员 牛苏英委员 薛琴委员 召开历史建筑 圆州建村茶行 部分扩大保存范围 审查专案小组会堪 结论略语 同意西宁北路79-3号 本市大同区 淫化万三小段118-1191号 建号文同小段591-594 建号等2例 纳入历史建筑原中心村茶行 部分保存范围 后续将会整 国化资产评报告 需送本省议会省议参考 办理情形3 专案小组会开委员 应验请委员 小餐子本资料 这是地级地形图的部分 红色的区块为历史建筑范围 那蓝色区块为指安御新增的1号 这是航照图的部分 右图为民国34年的航照图 然后左图为108年的航照图 红色的区块为周近春茶行的部分 黄色临近的话是陈天莱故居 蓝色部分为侠海城堂庙 那这是建物现况的照片 那右手边是新宁北路70-1号 左手边为79-3号 这是建物现况照 一楼79-3号一楼部分 跟一楼往二楼室内阶梯 即一楼及二楼后放储藏室的部分 那这是三楼往四楼阶梯 跟建物被例念与天体的部分 即三楼办公室空间 跟四楼自铁奖空间 那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报 基本资料及价值分析部分 及委员祥山资本资料 三未来保存管理文部 一线型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 文化资产应有所有权人管理人 使用能管理维护 未来保存管理维护 建议有所有权人向委员说明 四登陆范围之影响应募 所有权人据保存意愿 登陆后对信号上无影响 礼拜 礼请同意新增新宁北路79-3号 纳入历史建筑原洲际春茶行部分 保存范围 名称原洲际春茶行部分 总类产业设施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大同区新宁北路79-1 79-3号 敌化街一段72项25号 礼拜四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 历史建筑本体大同区新宁北路79-1 79-3号建筑本体及敌化街一段72项25号原有专墙 建筑为大同区敌化段三小段585建物总面积378.13平方公尺 588建物总面积71.9平方公尺 591建物面积439.33平方公尺 594建物总面积75.21平方公尺 建筑建筑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敌化段三小段118 39平方公尺119143平方公尺121145平方公尺 123126平方公尺 123-15平方公尺 124-24平方公尺 124-13平方公尺 第号等七笔同地 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 5.变更地由及其法律根据 1.本次扩大范围与查行同属移动建物考量其特性与建物整体制管理维护 好 那还有李建筑师 有没有要补偷